energy 靖音 沒錯 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其中之一的 KPMG 安侯建業 在 2022 年的時候發表一份智慧照顧創新趨勢調查 其中在台灣200多家、醫療和照顧機構裡頭 大约只有12.5%的机构有充分的数位化 另外呢55%的机构正在进行数位化 9%的机构仍在规划当中 但是还剩下23.5%的机构 目前不考虑进行数位化 徐教授我知道您一直在研究高龄的科技 或者说精准科技 希望能够帮助台湾年长者活得更智慧 就您这些年的观察 台湾的长照机构 相对国外拥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希望能够请徐教授来跟我们分享 是当这一题的主要的对象是台湾的长照机构 可是如果我们看天平的另外一边 是台湾的科技产业 台湾的科技产业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而且科技产业已经完完全全注意到这个领域 怎么样利用科技来支持未来的高龄社会 所以其实上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相关的展览非常多 我每次去展览的时候 那个各个厂商使出浑身的解数 有非常多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科技的应用在这个 这个智慧科技辅助高龄照顾上面 所以台湾在这个方面的资源是得天独厚 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另外一方面台湾的长照机构 虽然刚刚您有一些统计数字 可能不是这么普遍的在应用科技 但是我要跟主持人报告 这件事情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 比如说大家觉得日本很先进吗 日本的高龄社会 高龄化的程度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日本在科技应用在这个高龄照顾也不普及 北欧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示范的据点也好 这个示范的这个这个模式也好 但是实际上大家也在这个努力的怎么样去落实 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就是台湾的照顾者 普遍的科技素养都蛮好 大家在应用科技的这个 不管是能力也好 意愿也好都很强 而且台湾的照顾者 我自己接触 用非常丰富的创意 像我们执行一些计划 导入这些科技产品 台湾的照顾者都可以 有一些非常有创意 非常有想象力的方式 把这些科技产品非常的落实 应用在高龄长者的照顾身上 所以我想台湾在天平的两端 都有很好的优势 所以我们在这个 所谓高龄科技的领域 我自己认为 在整个世界上算是领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